哈喽各位我是你们的贝贝 我又来了 今天我现在就在香港机场 废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乘坐的是 单程17000美金 服务出了名好的 国泰头等舱 哇塞 我是第一次见到用这种高级感 满满的check-in柜台 你一走过去就会有两个人一起服务你 一个专门办理check-in 另一个居然直接把我的行李车 整车推走去 帮我办行李托运 这张是安检的礼遇通道票 礼遇通道人很少 基本不用排队 我安检完以后已经快九点了 所有店铺基本已经关门 太好了 又省钱了 那我们只好直接去头等舱休息室了 这个头等舱休息室真的超级超级大 穿过第一个休息区就会来到工作区 然后走过来就是第二个休息区 这个休息区有一个特别的吧台 再带大家来看看这个领域间 走进去各种大理师的高级感 一面扑来 这一间钢青扫完 那个什么浴泉居居然满了 所以我没有拍到 但是我好想看看哦 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尊贵 再来看看厕所 不是讲笑哦 这个地方又黑镜子又多 不小心真的会撞墙哦 每一间厕所都有独立的洗手台 马桶也是黑的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拉出来的是什么 给你们看看头等舱外面的厕所 这样就能比较出来 头等舱还是比较装逼的 最后来到了自助餐区域 这边食物是可以自己拿的 这边有水果还有各种酒 可惜我不等酒 不然又可以现场装个大逼 走过来是各种果汁和饮料区域 我叫这一筐芝麻脆饼 但是人家叫义式面包 这边是各种小甜品 我替你们吃过了甜品霸汁 沙拉和果盘都用盖子盖起来了 好贴心 就怕我这种边拿边说的人口水喷上去 热食有炖牛肉 普罗旺斯炖菜和烤土豆 雪鱼排和奶油蘑菇意面 这边有听起来很贵的茶叶 点了以后会有人泡好一壶茶给你送过来 先吃一波 这个普罗旺斯炖菜真是很好吃 其他的饱吃 秉持着有羊毛不好食白吃的原则 我们走进来点餐区域 点了个清蒸鱼和砂锅焗蔬菜 还有果盘 这个果盘的香蕉 切成这样看起来就比一大条好吃 这样吃是不是看起来 也比含一整根要优养得多 这个砂锅焗蔬菜真的超级好吃 加了蚝油焗得很鲜香很下饭 我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然后我们就准备登机啊 头等舱有专门的登机廊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座位哦 座位的私密性不是特别好 但是位置还是很宽敞的 我第一次看见111排列的头等舱耶 一般头等舱都是121排列 然后就给了我一个温毛巾和一杯茶 座位前面有一个小衣柜 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 可以放下我的小行李箱 座位非常舒适 配色也很简约 没有大蓝大紫 大红大橘 这边躺着一套睡衣 这个把手可以放下来当一个小桌板哦 位置左右两边都有小夜灯 这边打开是一个抗噪耳机 遥控器反应还蛮快的 遥控器旁边是座位控制面板 不盖你 按键真的非常多 居然还有按摩功能 按下去一倍真的有非常微弱的震动 普通插座旁边居然有USB插口 这边翻开就是桌板 这个桌板真的超级重 一个桌板在头等舱都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储物空间还是蛮能装的 上方是一个电视 哇塞 这个电视好丝滑 可以滑翔的电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座位前方的空间感是有点像商务舱 头等舱提供WiFi哦 可是我和空姐搞了20分钟也没有脸上 哎呦 这个过夜包好有质感 谁可以告诉我 Benford是什么品牌 里面有眼罩 一盒护肤套装 里面有爽肤水 唇膏 保湿面霜 漱口水 耳塞 牙刷 牙膏 眼霜 和化妆棉 那我们扣好N钱袋准备起飞了哦 这样看空间还是蛮宽敞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格局 真的很像商务舱 空姐帮我铺好桌子后 我们就来点个餐 看到名贵的酒单 我真的是含泪放弃 一道菜就用了整整一盒鱼子酱轰炸我 老板大气 我确实有被海中宝石闪到 这个桌面摆设也的确很有品味 搭配鱼子酱呢 是俄罗斯小圆饼 这边有分开的蛋黄和蛋白碎 这盆面包是热过的 真的超级超级香 搭配鱼子酱一定要用木勺 或者背个勺子 终于给我装到了 下一秒想把这个勺子干回家 可是我们家没有鱼子酱 放进嘴里 就像海浪向我席卷而来 这道椰肉炖老鸭猪肉汤 妈妈咪啊 真的有惊艳到我 救命怎么那么好喝啊 汤头鲜甜 晶莹剔透 香气扑鼻 椰肉的味道淡淡的口齿流香 赞赞赞 这是凉菜 鸭肉沙拉 配的酸甜酱有一点太甜了 还配了蜜瓜丝 填上加甜 稍微有一点点失望 保持 然后就是主菜 草莓古老肉 对 你没有听错 不是菠萝古老肉 是草莓古老肉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这种黑暗料理会出现在头等仓的 我们先来吃个看起来 比较安全的芦笋豆皮卷 贝贝有一种能力叫烫嘴硬吃 烫死人 但是超好吃 烫破嘴皮硬吃 这个草莓古老肉 看起来就很危险 这种類型的微量 也没来 太厉害了 好 不是 我不你是 最作强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